其實我老實講 我們身邊不乏這樣的朋友 他生了一個小孩 他真的很擔心 未來他們老後 死後 這個小孩怎麼辦 怎麼辦 這是真的 真的 放不下 放不下 所以那個搞不好是媽媽 爸爸 一個不錯的解脫 應該這樣講 徐老師 這個經營經濟 非常多 尤其真的有很多 家長會許願 說希望孩子比他早走 許這個願 因為他覺得他離開之後 他不知道孩子可以交給神 尤其是很多 尤其是心智障礙類的 自閉症類的 有情緒行為 這些比較挑戰 崔雯 您覺得偉凡很激動 表示他跟弟弟感情很深厚 我真的可以體會 他跟弟弟的感情是深的 因為我遇到很多類似這樣的哥哥跟姐姐 然後他們在很小的時候 他們就立志要照顧弟弟一輩子 他說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我會努力照顧你一輩子 所以他其實在小的時候 雖然覺得有羞愧感 或是覺得不能接受這樣 可是他投入的心力是很高的 對 然後為了這弟弟扛起那麼多 那那種連結是很深的啦 那種生命的連結 不是一般的連結 然後我覺得我剛剛聽那個偉凡提到的 我覺得他對他弟弟 你對你弟弟是不是內心總是有一點愧疚感 我覺得他有一點愧疚感 就覺得好像沒把他照顧好的感覺 所以我即使就是弟弟離開這麼多年了 我都會感覺你很怕去碰觸這個傷口 我覺得你內心可能對他有很多不捨也好 心疼也好 然後何以他要承擔 他雖然好像感覺好像他不知道 但是你其實會很很想把他照顧好的 所以我我會感覺他的那個情緒 他很壓抑 他已經非常極度壓抑 那其實內心 我相信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受 想要傳遞給你的弟弟 我相信你弟弟是可以接收到 你這個哥哥對他所做所有的一些 從小不但照顧他 護衛他 然後即使這麼久 都是你把他帶在身邊 那你可以回家找弟弟的照片 這個想念他嗎 沒有耶 其實剛好就有一件事情 就很特別 有一天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已經忘了 反正就是聊一個什麼話題 我已經真的是忘了 可是這件事情很清楚的記得 就聊著聊著就聊到我弟弟了 我就想說哇好遺憾 我說我弟弟除了不要說我弟弟我都很少拍照片 我也沒很喜歡拍照 那更何況那個窮困的年代 根本沒有照相機也沒手機的年代 我就說我說我說我除了我弟弟有大頭照之外 我說連一張我弟弟的生活照片 連一張都沒有耶 我說真的好遺憾喔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我這是在廣播節目裡面講的喔 然後大概隔了不到一個禮拜吧 我竟然在電台呢就收到了一位聽眾的來信 那這位聽眾就寫說 我以前剛好在機構工作 所以呢當時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呢就剛好在我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夾子裡面呢 有一張當時那個活動的照片 上面有你弟弟 所以我今天剛好聽到這個節目 你看要有多少的巧合 而且這個人呢他除了要聽我的廣播節目 他還要在那個機構工作過 他還拍了一張照片 他那個照片還留下來 還留了十幾年 他就寄給我了 後來我發覺那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張 因為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呢 一些老的照片或什麼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本來有好幾個鐵盒子 後來餅乾盒 後來我搬家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房子拆房子的改建 就弄得一片混亂就沒有了 就有一些老的照片就放在盒子裡面 所以 它是我的那個餅乾盒裡面 唯一的一張 唯一喔 有帶來啊 帶餅乾盒來 真的餅乾盒 你看生鏽 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 很喜歡這種鐵的餅乾盒 好感人喔 那個超高級餅乾 然後裡面 這張照片比較特別 這是我小學的畢業 啊 這是你小學便到啊 小學全班的便到 真貴耶 哪一個是你 哪一個是我 這一個 哇 看得出來你以後會主持舞蹈獎耶 好可愛喔 小時候就滿帥的 而且是很高的 所以你站在後面對不對 這個是 這張照片很特別 這張照片是我回湖南老家的池塘 然後呢上面放了一張誰的照片 你有沒有看到 毛澤東 毛澤東 毛澤東的照片 這是我湖南老家的池塘 這個是 大陸開放的二年 你是脾氣啊 這一張是還沒我弟弟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是 這張是還沒我弟弟喔 這個小孩 這是我 有啦你弟弟那時候還是蝌蚪 這個是我 這個是你 你看那張照片我像不像我爸 都帥 不是我說我們家我最像我爸爸 對你不是你是親生的啊 那這個就是那張寄來的照片 要看弟弟了 中間那個 這一位 三十八號 這一位 對 三十八號 那時候你就從小 多大 這個應該還是小學吧 小學是吧 很小 就是你要從小帶著他上學那一位 不是 這個他進機構的時候 這已經進天主教的這個 起智中心的時候了 對 我真的要感謝這個教會的幫忙 他現在還在 所以呢 他們現在還在做 社會福利的工作 是是是 我理所當然一定要成為他們的 志工 志工 他們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志工 他們 但是需要社會大眾有一些 有一些的 一些的募款 我們就理所當然應該要給他們一些 是嘛 他們也要兼費 要非常不容易 講到弟弟的故事 這裡 有一個粉絲寫信給你 怎麼可能 真的啦 你要不要猜來看看 餅乾盒 各個牽著弟弟 你給大家看一下 這粉絲夠用心吧 而且他畫得很好 畫得很好 還有個收音機在上面 對啊 這一張以後 然後放進去 一定要跟他收在一起 你不能這樣搞 我已經今天很克制 一直知道我不要失況 對 我一直很忍耐 釋放掉一點 釋放掉一點 對對對 要講出來心情流露 真的 有的時候 不容易 真的 其實我在講 一百個不容易 跟我的父母比 那個是他們的千萬分之一而已 所以每一個孩子 對任何一個父母來講 都是唯一的 都是獨特的 也都是他們的心肝保護 真的 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轉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